音乐 好,谢谢大家。大家好 我是梁海元 我是梁海元 对 谢谢 对 我确实是一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人 所以我特别羡慕一种人 羡慕什么人 我羡慕那些名校毕业的人 真的 因为名校毕业的人 存在感实在是太强了 大家想想你们周围 没有一个名校毕业的人 你是不知道他是名校毕业的 因为他会告诉你 对 你知道吗 我是教大毕业的 对 对 自己给自己一点信心 对 而且他有各种方法告诉你 你知道吗 就是当面说了 托朋友转告你了 给你发邮件了 废哥传输了 往你家里用废标了 总之他会从你的全世界告诉你 他是名校毕业的 你娶了一个名校毕业的老婆 有时候可能半夜醒来 他也会问你说 老公快说一下 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真的 而且名校毕业干点啥都特别容易轰动 你知道吗 就是哪怕去卖个猪肉 对 别人也知道 他是名校毕业的 那个卖猪肉的是北大毕业的 他那个猪肉卖得又大又圆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北大毕业去卖个猪肉 都能够被所有人知道 因为他也告诉了所有人 对 我上次讲这个段子的时候 被一个北大的观众骂了 我怎么知道他是北大的呢 因为是他告诉我的 对 我真的很希望我自己也是名校毕业 这样简简单单 就能刷一辈子的存在感 但是我上了大学 没什么名气就算了 而且还特别的小 小到什么程度 当时我们那个大学 旁边有一个小学 这个小学比我那个大学大多了 我同学还安慰我说 是不是因为他们小学生个子小 才显得他们学校比较大呀 然后我说 那你看我个子大吗 我当时还是摸着他的头说的 他的这些耿观众 有点没有接住 但是明白的人就觉得特别好笑 对 真的 我那个学校真的又小又偏僻 里面还有很多鸟 有一天我走在路上 还有一只鸟 在我头上拉了一泡屎 我真的很难过 明明说好这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只鸟要如此的叛逆 但是我很快也就原谅了它 因为它也不是故意的 它也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因为整个地方就这么大 你说鸟急了它能怎么办呢 对吧 看一下这边 啊 这边有人 啊 看一下这边 这边也有人 哎呀 飞出去拉也来不及了 哎呀 憋不住了 看谁倒霉吧 啊 真的 你们没有上过这么小的大学 你们是很难体会的 真的 很难想象 就是在我这样一个学校 还有人拥有了一辆自行车 真的 我有个同学在开学第一天 就有了一辆自行车 他发现他刚骑上自行车 还没来得及登就已经到校门口了 他还问我说海员 你说我是不是骑太快了 我说你别骗自己了 是你的车太大了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在开水第一天 他就买一辆自行车 而且他回来的时候还很兴奋 他说海员你知道吗 我刚刚到学校我就买了一辆自行车 是一个学长卖给我的 保养得特别好 学长说他一次都没有骑过 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 学长为什么一次都没有骑过呢 就你这个智商 基本上就告别不了自行车了 后来这位大哥就成为了全校 唯一一个拥有自行车的人 存在感爆棚 并且自动获得一个绰号 叫承担车 后来我们学校很快就建了一个新校区 这个新校区很大很漂亮 可以无拘无束地骑自行车 但是不幸的是 学校领导决定 只有新生能搬去这个新校区 我们老的就一直留到老校区 一直留到毕业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我们不但失去了新校区 我们还失去了学弟学妹 失去学弟学妹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失去了学妹 这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感情生活 所以有的人甚至开始想 没有了学妹 要不学弟 想啥呢 学弟也没有了 但到我们大四的时候 我们不但没有了学弟学妹 连学长学姐都没有了 那种凄凉的感觉你们能明白吗 就像一个孤独且没有任何责任感的中年人 上没老 下没小 我们就这样一直熬到了毕业 毕业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哭得死去活来 我也哭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哭什么 当然哭得最厉害的还是 乘单车 因为他的单车一直没有卖出去 我们那个校区都已经卖出去了 真的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非常开心 因为我本来我也不是什么名校毕业 也没什么本事 但是今天呢 我终于也能靠学校刷一次存在感 所以呢在这里 我要特别感谢一下 我的同事彭博 对 他对这份稿子做出了特别大的贡献 那我说彭博你怎么这么优秀 彭博说你知道吗 因为我是交大毕业的 好谢谢彭博 谢谢大家 谢谢